大家好,我是小編 這個禮拜的台服的活動金幣福利連環購 相信大家都已經在官網上面看到了 不過其實這個活動很多人有不同的聲音 包括他可能價格太貴,有些人反應說 他可能根本沒有辦法去配合這個時間去完成這個活動 但是對小編來講,我的看法是 他其實你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去完全的參加這個活動 因為你不完全跟上,其實你還是可以拿到你想要的東西 好,那我做了這個表格呢,給大家參考 他這個表格上面的資訊,除了官方原本提供的資訊之外 我們還多了一個小技跟累計花費 小技的欄位呢,這個就是把每一個商品購買他所需要花費的金額統計出來 那累計花費呢,就是把你買到這個商品所需要花費的這個錢 全部把它累計出來 那你可以清楚看到說,我買到這裡大概需要花多少錢 好,那這個表格裡面啊,你可以看到我有一些是標示灰底的 那這個簡單來說就是我認為這個活動它是以三個階段為一個單位 怎麼說呢,你可以看到每3、6、9、12 這幾個階段啊,他拿到的都是這個抽卡箱 你可以抽娃娃抽變身 那除此之外呢,也有一個 你可以看到在10階段之前啊,你可以有三次可以拿到這個 淋浴幣或者是娃娃幣變身幣的這個箱子 那在表格裡面有一些紅色字的部分 這個表示是金額大於10萬的 那這個主要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說你買到這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要先確認一下你是不是有這麼多的錢去購買 那如果不夠的話呢,你可能是要去找一些比較好打這個金幣的地方 或者是吃個葉子等等之類的 讓你有一些心理準備 這個只是做一個提醒的用途 OK,那我們再回來講這個表格哪一個地方 比較值得買或者是要用怎麼方式去買 基本上如果說你的預算是足夠的話 那可以跟多少就是跟多少 那小編的建議是當然是全買 因為你不會虧 那如果說你的預算有限的話呢 小編建議你就直接買到12階 12階就是買完這個高級變身抽卡箱 總共才花你133萬 那在時間分配上啊 如果說你要買到最划算的 最划算的這個階段的話 小編的建議是你就買到14階段 那如果說你要怎麼樣去分配呢 這個活動它其實是有7天的時間嘛 那你可以不用通通都跟滿 如果說以14階段來講 你平均下來每天只要花兩個階段 你只要早上買一次 晚上再買一次 這樣活動結束就可以買 就可以買到第14階段 就是把房屋捲箱全部買完 這樣的話我覺得就已經算是一個 蠻不錯的一個 就一個ending了這樣子 那以上的分析呢 提供給大家來做參考 價格上真的沒有想像中的貴 好那希望大家對這個分析會喜歡 那如果有什麼意見的話呢 也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記得在影片的右下角按下訂閱 或者是按個鈴鐺 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這個影片通知 那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